罢罕的已经进入到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 如果说经费不足的话 中央这边会有什么协助吗 选举罢门是人民的权利 那人民要行使各种权利 政府都会妥善因因 中选会是独立机关 如果到时候有任何选举罢门的需要 中选会自然会考量 今天早上的媒体报导是说 如果要向对岸释出善意的话 可以从内阁改组来微调来做起 那院长对于这个看法有什么意见吗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台湾人民刚刚用选票肯定了蔡总统的施政 蔡总统展开连任 必有一番新的布局作为 这不用其他的国家来指指点点 蔡总统是很好的人才 他现在是行政在这个立法院长 那未来蔡总统在新的任期 必有新的开展人事布局 我们都尊重蔡总统的安排 包含你游锡坤还有苏家权 台面上都没有新潮流派系的 是因为新潮流之前被骂得太长 所以现在是派系平衡吗 民进党是民主政党 在党内禁主的时候 难免有派系的竞争 但是最重要的是 当人民把政权交给民进党 民进党最重要的是要做出 符合人民的期待 蔡总统经过一任后 人民再次的把政权托物给他 蔡总统必定有一番符合民意的作为 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子才是四彩四手 这个时候不会有派系的考量 谢谢